一群銀髮族以及一群國中生 最近同時造訪了慈濟雙和禁絲堂 向當地環保站的志工 學習怎麼做資源分類 中和南山國中的學生 參訪慈濟雙和禁絲堂 認識大地 學環保 當著老師的面 把書本一一撕碎 大家卻感受不到任何快感 反而因為紙類回收 有許多需要注意的細節 同學們可是撕得滿頭大汗 相對於年輕人 總是在行動中找尋訣竅 來自於苗栗的這群老職工 早有準備 透過不同地區 不同年齡層的交流 大家守護環境的意識 更加成熟 帶來新聞 這下美聚工 台北報導 請可以跟好拍蘇 我來解釋 我來拍照 有沒有